慢半拍 周周坎 今天咱们来聊习近平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华尔街日报3月4日发表一篇题目为习近平甩开批评 继续加强控制的文章 文章分析说 习近平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正采取更多行动 加强中共对安全金融和科技等方面的控制 同时继一步淡化政府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 2022年年末 习近平面对着全国多个城市爆发抗议的局面 人们即会谴责新冠动态清零政策 这是对他极权的罕见斥责 一些抗议中甚至传出了要求他下台的呼声 而三个月后 他正在加大施压 继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控制权 据熟悉相关讨论的人士称 习近平和高层官员本周达成共识 计划在他们认为至关重要的一系列领域 赋予中共更多的直接指挥权 这些领域包括安全金融科技和文化 同时进一步淡化政府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 习近平要在马上召开的两会 大力调整政府结构 这事儿这几天已经在大小媒体上炒作的沸沸扬扬 今天我们也来聊聊习近平到底要干嘛 大家都知道 中共中央这个招牌下 其实就是习家王朝 表面上中国是党天下 其实是还是家天下 中国人从秦始皇开创帝王专制制度后 一直到今天就没有改变过 所以很多历史学家讲 自秦韩以来 中国就没出现过革命 王朝延续 都是一个个家天下的更迭 而每次更迭都是靠暴力革命完成 中国人就没有逃脱过暴力革命的邪咒 习近平第三任期一开始就推出如此大招 可谓中共建政以来警戒 是什么原因 导致习近平在面临如此复杂险峻的内政外交形势之下 动这样风险很大的大手术 表面上看 习近平喜欢折腾 以为自己神通广大 比别人英明 可惜折腾十年 前任留下来的家底都所剩无几了 他还不死心 还要把剩下来的那一点再折腾干净 而这一次 他的折腾和以前不同 以前是要见百事伟业 留万事伟名 这一次没有那么大的响头了 这一次是要活命而己 只要能活下去 什么都可以做 当下外交强敌环伺 内政偷偷碰住黑 习近平再蠢 也预感要面对空前危局 对外大撒币强出头 对内基建狂魔大干快上 都无以为继 往后市过紧日子 使政权风凉飘摇 民变四起 血量兴风 机构改革使自己操刀割自己 裁撤冗员为省钱 合并部门为集权 成立新的内务部是要将暴力镇压机器集中调度 更方便掌握动态 同意指挥 及时得力地处理危机 对外要准备打仗 新的兵役制也公布了 与俄国结盟已经是明白的事情 台海擦枪走火不可避免 要打仗就要有战事体制 指挥作战的是国防部 对内侧应战争需要的 就是内务部 内务部统一部署调度 避免不同部门之问 互相扯皮 互相推卸责任 一切由内务部拍板 内务部直接向习近平负责 这样避免了政务怠慢 耽误战争机器的运作 对外准备打仗的同时 对内也要准备血腥镇压 当下中国遍地民远 城市有大量失业年轻人 农村有天文数字的返乡农民工 这批对未来绝望 对现实不满 对中共有心仇旧恨的生理军 随时都可能启示造反 以先前的国家机器 各省自行镇压 如今就怕处理不当 引发大乱 唯有集中使用暴力机器 才能及时处置危机 最重要的原因 当然是习近平的亲自部署 亲自指挥 多年势必公亲 亲自把自己逼入穷乡 现在他只能拼此守住 政府机构调整的出发点 便在这里 有评论认为 内务部支社 可能与中央政法委和国家安全委员会 经常发生矛盾扯皮 一旦内务部成立 政法委和国家安全委员会 肯定就会合并 对自己动大手术 当然是很痛苦的过程 大量机构裁撤 官委重新分配 有人要卸甲归田 有人要降级使用 有人还有可能被自杀 被病死 被绳制以法 这种情形必将在官场 引起极大震动 打击高官的忠诚度和积极性 制造高官之间的裂痕 此外 中下层政府雇员 也面临悲惨前景 调职的要重新适应 减薪的要忍受 失业的要望天打挂 这对于那些 一入喉门深思海的投机分子而言 是一次空前打击 他们选择躺平 消极抵抗 也是大概率会发生的事 新的政府架构 是否令习近平如远 这又是另一个问题 这摩大一个摊子 如何自如运转 彼此协调 调度灵活 高龄建污 都是未知数 几十年就体制之下 各省市就地处置 具体管理 负责到位 现在权力都上缴 地方政府甩手 中央有那摩大的能耐吗 也只有天晓的 万一就机构散了 新机构又不中用 天下大乱 才是习家王朝 拽着中共自掘坟墓 手中正寝的结果 中共面临建政以来 最危重的局势 三年大饥荒 文革后 经济崩溃 以及八九六四 都还有改良解救之导 大饥荒用三字一包解救 文革后 以改革开放解救 八九六四后 以机身全球一体化 干做铁血工厂解救 现在所有解救之导 都被习近平自己毒死 过去都以为 中共党内存在健康力量出手变天 推翻习近平 冲启政治改革 但二十大的召开 彻底打消了改良路线 改变中国 剩下的唯一途径 就只有暴力革命 这条中国人 逃不脱的血咒之路 不管是习近平 把中共自己玩死 还是人民中的 红袖拳起事造反 中国人想要剿灭中共 都要面临再一次的 腥风血雨 尸横遍野 我们认为 大家都能看明白的是 往往真相 却不是表面的样子 习近平集中权力 习家王朝集中的权力 到底要干什么 即便是个小学生 也知道官逼民反 这个小儿科的道理 习近平难道不知道吗 他疯了 要自寻死路 习家军也不会答应 就像当年 希特勒疯了 全德国的精英们 也都跟着疯了 全日耳曼人 也都跟着疯了 事实真相 肯定不是我们看到的那样 习家王朝要干的 除了吃瓜群众都知道的事 还有吃瓜群众不知道的事 吃瓜群众知道的是 共产党已到了该死的地步 吃瓜群众不知道的是 习近平 习家军 习家王朝也知道 共产党要死了 我们一方面希望 国际社会分清 中共不等于中国人 另一方面却觉得 习近平 习家军就是共产党 其实 习近平其家军 更不是共产党 他们只是利用共产党体制 一步步爬到党国顶端的 一个团队 当然也可以用团伙两个字 与其让人民造反 推翻共产党 推翻我习家军 还不如我习家军联合人民 把共产党干掉 与其中国再来一场血流成河 改朝换代 还不如我习家军 和平演变中共党国 开创下一个新中国 我们如能站在这个角度看问题 就会更加接近事实和真相 就会更加有力 与自己分析好局势 为自己和家人 选择一条顺势而为的方向 回归常识 我们早就讲过 习近平和习家军 首要的问题是保命 所以必须连任 帝王专制制度下 帝王习近平 能使用的国家机器是超限量的 江泽民 胡锦涛 没胆 没能力当帝王 而习近平虽然能力有限 但是胆大包天 就是硬生生地看透了 中共邪恶的体制 玩转了中共 无限量的权力手段 当上了帝王 保住了自己和家人 和习家军的姓名 接下来 就是改朝换代 打造万民拥戴的新中国 推特上跑的大卡们 都知道的官逼民反 习家军能不知道 利用国家公器 平息民粪 稳固江山的道理吗 至于习家军准备 怎么做来平息民粪 建立新中国 稳固江山 我们照样也可以通过 现在已经发生了大事件 进行分析和判断 我们不妨瞎猜一下 你如果是习近平 你现在拥有帝王级别的权力 你知道自己权力的最大祸患 就是九千万中共党员邪教奴才 你会怎么办 你是不是会团结一批 忠心耿耿的兄弟 你是不是会把兄弟们 都安排到统治国家的 所有重要的位置上 你是不是会千方百计的 设计一个机会 彻底废除中共邪教 自己像袁世凯 像叶利钦一样 摇身一变 成了新中国的开创者缔造者 如果有这一天 你还会像中共一样 为了把持国家 学袁世凯 复辟称帝 继续靠养活一群奴才 压榨全国人民吗 如果是这种智商 肯定活不过称帝后的81天 那么 你会不会选择 推出一系列的新政 就像普京治理共产党 留给俄罗斯人民的烂摊子一样 你也建立一个威权民主制度 忠诚至尊 向世代颂养 流芳千古呢 如果你会 那么 习家军难道就不会吗 我们继续猜想 新中国 至少可以像今天的俄罗斯一样 全民免费住房 免费医疗 免费教育 全部房贷免除甚至退还 把各地方地产开发的空置住房 全部收归政府 按每个家庭18岁以上公民数量 免费分房 当然还有很诸如不同类型 不同区域房屋的差别等细节 这些不是我们节目里要探讨的 我们探讨的就是个回归常识 解读新闻解读事实真相的方法 分享对形势的预判 帮助大家找到有利于自己和家人的顺势力道的方向 正如我们之前和大家分享的预判 俄乌战争是世界利益集团解体全球一体化推进多极化世界新格局的一个步骤 在新格局到来之前 必须释放多年来利益集团在各国政府因超发货币引发的全球经济通胀 必须建立起数字货币化的世界新经济体系 必须消灭一大批消耗养老金和医保的老年人 必须为世界新秩序 培育新的世界公民集体人格 如此等等就是世界大趋势 看待世界大事 只要遵循这个大趋势原则 就不会跑偏 人生会短暂 特别是信息爆炸的当下 生命更加短暂 因为每个人花在垃圾资讯的时间越来越长 真正留给自己 享受生命的时间越来越少 希望更多的人觉醒 不要活在虚假的垃圾资讯引导的生命路径里 回归常识 相信自己 真爱自己 生命里最宝贵的就是时间 时间不是变量 不会因为贫穷和富贵而改变 所以改变自己的生命品质 唯有时间是最好的手段 把有限的生命中时间 花在利于自己成长的地方 从远离垃圾资讯 远离听床师和讲故事的时政节目开始 慢半拍 周周砍 欢迎订阅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